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欢迎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 大家收看 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董静桥 也要请各位在YouTube上面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的上片通知 那对节目的议题有任何想法的话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参与互动 马上介绍这集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政大国安中心的研究员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金桥好 大家好 好 欢迎三位来宾加入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 首先要聚焦的第一个话题是 已经进入到11月份了 现在天气是越来越凉 越来越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 有很多 大概有8000名的北韩军人 他们现在已经驻扎到俄罗斯边境州 库斯克 已经做好要前线战斗的准备 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则是持续了抱怨 西方盟友 现在对北韩派兵的 援恶的行为是毫无作为 不给人也不给武器 尽管拜登政府今年稍早有批准了 新一批的队伍军援 但截至目前为止 乌克兰他们只收到了 这批援助的10%而已 首先行为一下干哥 现在美国或者是说西方联盟 他们所聚焦的 应该是胜不到几天的美国大选了 那泽伦斯基现在 无论是抱怨或请求 这个时机点是不是有点像狗飞火车 都有点徒劳无用的感觉 其实只剩下几天 老师讲一句 但是你会觉得在这几天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不一定呢 为什么 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次证实了 有八千名 八千名是比较精准的数字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有传说 有一万两千名 但是有三千名已经派驻到库斯科前线 究竟是多少人 现在布林肯讲这个数字 应该才是对的 准备好要加入什么 就是对抗乌克兰的战争 那俄罗斯这边呢 他们是讳莫如生 都不讲 那现在由布林肯讲出来 那所以说这件事情就会让哲伦斯基 觉得美国你已经搞清楚了 那你搞清楚了 只剩下几天你们就要选举了 在这几天之内 会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会不会说 因为北韩军队的加入 而使库斯科前线 或是顿内斯科前线 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不对 这是哲伦斯基最伤脑筋的东西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看这八千名北韩军人 我要讲一句 这中间哲伦斯基他已经提报到联合国安理会了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不但知道有多少人 我们很清楚 而且里面有三个将军一起去了 三个将军 你派了 就算总额是一万两千人 里面有五百名军官 连三个大巨头他都知道 为什么 一个叫做什么 一个叫做李永福 金永福 金永福是什么 是北韩的副总参谋长 特种部队的副总参谋长 上将 上将军衔 这个人非常重要 为什么 金永福他受到金正恩的信任 为什么 他过去几年来 他曾经七次陪金正恩 北极星飞弹 火星逼 导弹 这些过程 他都陪着他去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金永福是很受金正恩气重 算是心腹 结果你跑到了乌克兰前线去 哇 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 所以这里面当然还是一样 我说俄罗斯惠莫如生 他不会告诉你说来了谁 但是有三名将领 两个少将 两个上将 一个少将 跟着北韩部队 过去了 现在到底最精锐的暴风部队 什么时候加入战争 是不是要投票的前后那两天 暴风部队的精锐加入前线 库斯克的战役呢 那会造成很大的反转 那可能就攻破了 最后的红军村的那个防线了 一旦攻破 整件事情就休矣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在揭晓一个谜底 你知道什么谜底吗 德勒斯基说 你们这些西方国家 对于朝鲜派兵来 你们的反应是零 你们完全没有反应 美国白宫说我哪有 我们哪有没有反应 我们早就已经跟克里姆尼公讲说 你们应该要撤出 为什么 因为北韩军队这样子的行为 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的 因为你怎么可以从另外一个国家 拉人来 来参加你们的战争呢 这是违反联合国的基本的 宪章的精神 那德勒斯基他就讲了 他说你们是零反应 然后他又痛骂纽约约时报 你知道德勒斯基骂什么 他说原来他想要美国或是西方支援他的秘密武器 也就是他胜利计划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不是我们知道的ATA CMS 也不是我们知道的金牛做飞弹 他要的是美国的巡异飞弹 天啊 巡异飞弹我跟你讲 最短1500公里 最长真诚型ER 可以打到2400公里 直接打到莫斯科去 虽然泽伦斯基不一定敢 但是今天原来泽伦斯基他痛骂纽约时报的原因就是说 你竟然把我这件事情讲出来 这只有很高阶的白宫官员才会知道 那所以说泄密的就是白宫官员嘛 而且那个官员还私底下跟纽约时报讲说 他太天真的 不可能 这东西怎么可以给他 对不对 如果给他 他就可以实行他的胜利计划的吗 就算这样我们也不敢给 所以泽伦斯基他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程度 就是说我好像就是到了秋天 要入冬之前 然后美国总统要改选了 那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所以泽伦斯基他现在非常的彷徨 他很无助 他希望说美国要答应 因为美国本来今年要给他600亿 就现在只到10%而已 其中有271是无偿的军事援助 都没有到 那我请问我怎么过冬 明年是不是要继续打 然后呢 你如果说是白宫益主的话 这个战事就可以停止吗 其实我老实讲 最头痛的就是泽伦斯基 了解 好我们再来从这个外交的角度来看 根据美联社的消息 也指出有三位的美国高阶外交官 他们在华府见面了中国的驻美大使谢峰 并向他强调美方对于北韩派兵支援 俄罗斯的忧虑 呼吁北京这边要运用对金真恩的影响力 来尝试阻止朝俄合作 那美国自己是北韩的敌对势力 无力劝阻 但又想让中国去劝劝金真 那西方对中国这几波制裁 关税 一大堆的糟心事 但现在却想要北京来卖个面子给华盛顿 是不是有点想太多了 委员你怎么看 这里面显示书 美国人处理这种国际关系的幼稚心态 第一个 现在北京去得罪莫斯科干嘛 他没有帮助莫斯科很多 又要去得罪莫斯科 没有人会做这种生意嘛 第二个 你西方 尤其是美国 这段时间来对中国有任何善意 需要说中国回报你吗 还是要求中国以德报怨 这个是一个违反人性的事情嘛 你现在北京领导阶层 有谁敢 这个时候 就是为了你美国的面子 然后要给你美国任何一个好处 可行性 北京的领导阶层不是傻瓜啊 现在整个只要谈到美国 跟几年前不一样 以前在改革开放的时候 大陆我敢讲 几乎就是亚洲地区 最亲美的国家 但是经过这几波美国的打压 大陆的民情完全翻转 所有过去亲美的工资 全部被打在地上 所有的亲美的观点 全部被开除了 所以这个整个局面 你说北京领导阶层 心里再喜欢你美国 他有敢胆子去做这个事吗 也不敢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大陆人对俄罗斯 因为历史性的原因 也不是很有好感 可是面对了一个很特殊的战略处境 他不得不去拥抱俄罗斯 那俄罗斯也不得不投入中国的怀抱 这种抱团取暖 是谁造成的 不就是你美国造成的吗 那你美国造成的 你不主动解决问题 在这个关卡说 那北韩这个要不要麻烦你帮个忙 现在问题不在北韩 问题在俄罗斯 那你去劝北韩 北韩说那双手一声 你给我什么 你中国不是傻眼的吗 所以你要不要给我导弹技术 你要不要给我核子武器的技术 你要不要给我经济援助 何况说 你大陆也没有粮食可以给它 也没有石油可以给它 更没有天然气给它 所以到底谁靠谁还很难讲 所以在这个处境里面 中国顶多是说两句好听的话 长面话说一说 说一说 交代完毕了 那你美国为什么陷入这个处境 这个战略规划的人员要看很远 你美国不前几天还在那边 什么这个演习啊 日本海演习啊 要威吓这个金正恩吗 那金正恩好不能抓到一个战略的杠杆 这个战略的杠杆 我必须承认一点事情 抓的时间 抓的方式 还有抓的效果 其好无比 那你在哲伦斯讲那个有什么用呢 请问你一下 你现在在操作 那个海马斯 是你乌克兰人吗 在操作F-16是你乌克兰人吗 然后你北约的军官一大堆 人家还很看得起你 派出上将 刚才华干兄讲 派出上将来配合你 来服务你 对不对 假设我今天是全局选手 我是个轻量级的 我上去对方派了个重量级的 这是看得起我 派个余量级表现 瞧不起我 所以你要派个上将是看得起你 你要感到高兴才对 那你自己讲的说 哎呀这个还没有到位 不是没到位吗 因为美国国防部的官员 还有国务院官员 眼睛也在瞧着说 反正你奥斯丁快下台了 你那个布林克人快下台了 我那么急着做什么 我随便找个理由 唐赛一下 运不到啊 东西不够啊 零件不足啊 还有配备不够啊 随便个理由就可以把这个往后延了嘛 那我当时看看新老板嘛 新老板来了 我就跟他报告 总统 这个川普 先生 你这个反对 这个反对呢 我们事先都把你准备好了 哎呀 听得多舒服一件事情 那泽伦斯基处到这种处境 他每一次都想要找个理由来脱困 他现在找到一个理由好像很好 就是北韩 那为什么全世界保持坚默 因为英国 法国 德国心里都有数 我们很多军人都脱下军装 假装是民间顾问跑到你那边去 还被俄罗斯打死了好多人 而且俘虏里面动不动 说是雇佣兵 其实都不是嘛 那是北约的军队嘛 有点像那个 以前中国大陆 在支持韩战 叫做志愿军 那种模式啊 所以你在骗谁啊 他只是没有正式用建制性的部队进去而已啊 那北韩这个其实 也不是说真的会对乌克兰有什么威胁 你想想看 现在在地线上 战斗部队哦 俄罗斯有40万人 乌克兰有50万人 你这个1万人能干什么 这个你说哇 这个北韩的军队 哇战无 这个不胜啊 攻无不克 那也没那么厉害啦 很好的部队 但也没那么厉害 那没有实战经验嘛 所以那些上将少将 基本上还有很多军官 他实际上去累据实战的经验 回去当教材的 不是真的要攻城掠地 竞争有那么笨吗 我那个培养那个军官 他活多多少时间啊 受到战场系当士兵一样 被打死了 那我这个很不划算的嘛 所以实战经验真的是 这个竞争所要的 还有帮助俄罗斯就换点什么好处 他第二个所要的 第三个就是要给美国出洋相嘛 所以这个象征应也很大 对很大 好 我们持续来看到的是 现在朝鲜 俄罗斯 还有中国的三方关系 在这个北韩派兵 介入到俄乌战争 导致冲突有可能升级之际呢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他也在北京来会见了 俄罗斯的这个副外长鲁登科 双方讨论的战争重点是 这两国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再度被提及跟强调了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的外长会面 加上这个全面战争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他们试图 再向国际释放什么样的讯息 我想我先回应一下 这个有关北韩的 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王毅去 也表示 就是向美国透露说 我好像是可以影响北韩 事实上说老实话 北京 我以前见过一些北京的这个智库的人 他说北京其实对北韩的影响力 没有那么强 但是既然你们都以为我有影响力 我就要假装我很有影响力 对不对 这样子我就是有很多的筹码 了解 那事实上真的拐不住金正恩的 但是我觉得王毅这次去 跟这个鲁登科见面 那至少就说过个水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有再见面 然后我也想知道你们这个计划是什么 然后也要让中国知道 就是说如果今天发生了下面的冲突 我该采取什么立场 我觉得这个搞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你这个北韩到底你现在算是佣兵呢 还是正式出兵援助 然后引发一个就是等于是说今天一个没有不在这个俄罗斯算起来也其实也不是一个它的像过去有华萨公约 他们也没有正式伙伴跟那个条约义务没有 那你今天北韩出兵 然后又引发什么南韩这些都都有些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在这个时候正好来可以凸显它在外交上面有很多可以斡旋的空间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见一个面谈一下 那等于是也是确保双方不会有误判 双方中俄之间的这个全面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够持续 不会节外生枝 但是也我相信王一一定还是会长期还是会坚持一个立场 就是希望看到他们能够坐下来谈判 我们下期再见